这次就是为了支援咱们香港的一个疫情 然后从22号然后来到咱们香港 来到当地之后也感受到了咱们香港当地人民 对于咱们国家各个地方过来支援的人的一个热情 身着防护服一口浓郁的东北口音 镜头中的小伙叫宋彦龙 是一名内地远港检测人员 他一周前从家乡黑龙江出发 来到香港支援一线防疫抗疫工作 目前宋彦龙的主要任务是在位于香港九龙的猎鹰号硬性膜实验室中 进行检测样本的接收和录入工作 谈及来港支援的初衷 宋彦龙说此前当内地遇到困难的时候 香港同胞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如今香港碰上了难处 作为一家人 理应站出来支持 知道这个确诊的人数比较多 然后抗疫物资也是比较紧缺 然后当地抗疫人员也不够 所以说也是迫不及待的吧 想来到当地 然后跟大家一起去战胜这个疫情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嘛 在大陆啊 包括武汉疫情 包括咱们自身温存地震的时候 香港当地政府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提供很多物资啊 人员上的一个支持 所以说当我们香港有了困难以后 我们大陆同胞可能也是第一时间站出来 来帮助咱们香港来度过这次满馆吧 宋彦龙所服务的猎英号硬气膜实验室 日核酸检测量最高可达到八万馆 为了第一时间处理送来的样本 实验室二十四小时全天无休连续运作 检测人员则分为两关岛 宋彦龙的工作时间是下午一点到凌晨一点 为保障安全 检测人员出入实验室都需穿着三级防护服 一穿就是大半天 每天凌晨下班时 宋彦龙早已是汗流加倍 因为我们在抗疫的过程当中呢 必须要保护好自己 我们的三级防护是不会少的 首先是我们的口罩 佩戴的时候 它会后边的勒带会勒到你的耳朵 长时间佩戴的话 两个耳朵后边会产生一种磨损 在时间长了会很疼 第二呢是咱们这个面皮和面罩 戴着的时候呢 长时间的一个佩戴 这个地方头的地方也会勒出一条印子 包括穿防护服 每天的话里面都会出很多的汗 里面全都是汗 时间长的话 就是感觉里面的衣服都湿达达的 确实有的时候很难受 但是为了抗疫做出奉献吧 我觉得是可以 完全是可以 没问题的 工作虽然辛苦 但是已有多次支援抗疫经典的宋远龙 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反倒是远在三千多公里外的父母 妻子和五岁的儿子 让他心怀愧疚 因为走的时候 父母会一直都问 他们就是比我关心 你看那儿 这个防护 做得好不好啊 吃得好不好 住得好不好 老婆的话 嘴上不说 但是心里上能感觉到他的担心 最重要是孩子 知道爸爸要出远门都很久 也特别不舍 而且那时候马上就是他的生日 感觉自己不能陪他过生日 爸爸不能陪他过生日 感觉很失望 但是没办法 为了这个抗疫工作 需要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吧 回去一定给他带一个礼物 让他开开心 再不过一次生日 每天上班前 即便少睡半小时 宋远龙也要提前起床 和妻子儿子 打一通视频电话报平安 老婆儿子 家里怎么样 挺好 老婆有伤心吗 儿子 你想不想爸爸 想了 嗯 爸爸回家给你 给你补过一个生日 好不好 嗯 那你想要什么礼物 嗯 我选点 好吃的 好吃的 行 爸爸回家给你买个大包好吃的 好不好 你俩那边来送你啊 我选安 啊 保护好自己 嗯 你放心吧 肯定是安安全全的回去 也见你们 平平安安回家 给儿子不过一个迟到的生日 是宋远龙的小心愿 也是他对香港的美好祝愿 他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香港能战胜疫情 让市民平安 万家团圆 还是希望 咱们香港 这次疫情能够尽快的都要控制吧 希望 咱们 内地 所有的这个同胞 和咱们香港的同胞一起 呃 共同努力 站在一起 抗击疫情 最后战胜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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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